基础生物上3-1 动物的循环 这是3-1第一份的练习题 第一题 下面有关血管的各项比较 何者正确 A 管壁厚度 动脉大于静脉大于微血管 A 这个是对的 血管包括有动脉 有静脉 有微血管 有这三类的血管 其中微血管的管壁是最薄 甚至最薄的微血管 只有单层的内皮细胞 所以微血管 它主要目的是在做物质交换 同时白血球 可以从微血管的管壁沾出 所以微血管的管壁是最薄的 而动脉跟静脉有肌肉 所以动脉和静脉 它们血管都比较厚 甚至主动脉的血管 它是将血液要输送到全身 所以主动脉的血管 它也是最厚的一条 所以整个管壁的厚度 是动脉最厚 而微血管管壁最薄 因此A 这个是对的 B 含氧气 肺动脉大于微血管 再大于肺静脉 B 这个是错的 所有的动脉都充氧 只有肺动脉是缺氧血 而所有的静脉都缺氧 可是肺静脉是充氧血 所以B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肺动脉是进入到肺脏之前 而肺静脉是离开肺脏之后 所以肺静脉的氧气是最多 而肺动脉的氧气则是最少 所以B 这一项 这个是错的 C 管壁承受血压高低 动脉大于静脉 再大于微血管 C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血管的流动顺序是先动脉才到微血管再到静脉 可是随着血液的流动 血压越流越低 所以静脉的血压是最低 所以血压的排列顺序是先动脉 其次是微血管 而血压最小的则是静脉 所以C 这个是错的 除 血压流动是动脉大于微血管再大于静脉 除 这个是错的 血压流动的顺序是先动脉 其次是静脉 因为微血管的管腔最细 所以血压最不容易流动 甚至最细的微血管只足够一个红血球可以流过 所以在微血管的地方它流速是最慢 可是由于流速慢 因此在微血管也最适合做物质交换的场所 所以流速是先动脉再静脉再微血管 所以诸这一项这个是错的 1. 血管总结面积动脉大于静脉再大于微血管 1. 这个是错的 血管的总结面积最大的是微血管 所以总结面积是微血管排第一 而结面积第二的则是静脉 而动脉则是排列第三 所以总结面积是动脉总结面积最小 而微血管总结面积最大 所以1.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一题正确只有A是正确 第二题 现在有关人体血液流向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左心是倒肺动脉 A.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右心是倒肺动脉 左心是世界主动脉 所以A. 这个是错的 B. 肺经脉到右心房 B. 这个是错的 肺经脉是流到左心房 C. 肛门静脉到微血管 C. 这个是对的 进入肯门静脉的我们称为肯门循环 而肯门循环是从消化系统 因为养分分成水溶性的养分跟子溶性的养分 而水溶性的养分是由龙毛乳微血管吸收 吸收完之后先进入肯门脉 由肯门静脉再进入肯门静脉 因此是从肯门静脉进到肯脏微血管去做代谢处理 进入代谢完之后 血液再流到肯静脉 最后从下大静脉回到右心房去 所以血液流动方向从肯门静脉是到微血管 这个是到肯脏的微血管 所以C. 这个是正确的 足肯微血管到肯动脉 足这个是错的 因为从肯脏的微血管是到肯静脉 才到下大静脉 所以足这个不对 1. 肯状动脉到大动脉 1. 这个是错的 和冠状动脉有关的循环 我们称为冠状循环 因为冠状动脉主要的目的是在提供心脏所需要的养分 以及排除心脏所代谢的废物 所以冠状循环主要提供心脏所需要的养分及气体 而它的流动方向是先从左心室开始 由左心室进入到主动脉 主动脉直接进入冠状动脉 由冠状动脉提供养分 经过心脏的微血管 心脏微血管则负责吸收所吸带来的养分 然后将产生的废物则交给了冠状静脉 所以冠状静脉需要运出心脏所代谢出来的废物 然后经由下大静脉 最后回到右心房 这个我们称为冠状循环 所以冠状循环的目的是在提供心脏所需的养分 水是从主动脉或者大动脉流进冠状动脉 因此一这一项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二题 正确只有C是正确 第三题 现在各项关于血液中细胞和物质的叙述何者错误 A 红血球内的血红素可以吸带氧气 也可以吸带二氧化碳 A 这个是对的 红血球里面的血红素 可以吸带氧气 将氧气从肺泡经过为血管送到细胞组织 而同时也将细胞组织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有一部分可以藉由红血球输上脏肺泡 然后排出体外 所以A 这个是对的 B 部分的白血球可以行变形从运动 吞噬病原体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白血球可以进行变形从运动 所以当白血球进行变形从运动 的时候可以从维血管管壁最薄的部分 从那里传出 同时白血球也可以借着病情组运动 吞噬病原体 然后将病原体在白血球的体内形成死泡 再经过绒体的水解酵素 先化分解 所以B 这个是对的 C 血小板参与血液凝固的作用 C 这个是对的 血小板含有牛血因子 和血液的凝固有密切关系 所以C 这个正确 主 血浆蛋白可以维持血液中松减度以及渗透压 主 这个是对的 血浆蛋白具有维持血液中松减度以及调节血液中渗透压的功能 水株这一项 这个正确 一 部分的红血球会受到抗原的刺激而制造抗体 一 这个是错的 是白血球受到抗原的刺激而制造抗体 所以不是红血球 因此 一 这个是错的 同时制造抗体的白血球是属于B08球 而B08球 剩要抗原的刺激会转变成僵细胞 同时制造大量的抗体出来 所以 一 这个是白血球的功能 不是红血球的功能 所以一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三题 要找错误 一 是错误的 第四题 现在有关人体心脏的叙述何者正确 A 位于胸腔的中央 心肩略偏右侧 A 这个是错的 心脏的位置是位于胸腔的中央 而心肩略偏左侧不是偏右侧 所以 这个是偏左侧 因此 A是错的 B 右心室和主动脉间有半月半 B 这个是错的 因为右心室是接肺动脉 而左心室是接主动脉 所以右心室跟主动脉 它们并没有相连 所以中间也没有半磨 所以B 这个错的 是左心室跟主动脉 因此B不对 C 右心房和左心房之间有三间半 C 这个是错的 是右心房跟右心室之间有三间半 所以是右心室不是右心房 所以C不对 除左心室的肌肉B最后 除这个是对的 因为左心室 它主要的目的是将养分及血液输送到全身去 所以它的收缩力量必须最大 弹性必须是最大 所以左心室的肌肉也是最丰富的 所以除这个正确 以左心室的肌肉也是最丰富的肌肉 所以左心和右心借着半磨相隔离 以这个是错的 左心跟右心中间那个是中隔不是半磨 所以以这个不对 应该是中隔 所以第四题 正确的只有猪是正确 第五题 蓝阴症是婴儿出生后 心脏中隔未完全将左右心分开 而造成婴儿全身皮肤成蓝紫色的 相踢性心脏病 是推论引起婴儿全身蓝紫色的原因为何 题目所叙述的 蓝阴症是因为左心跟右心 没有完全间隔 所以左心跟右心最大的差别是 右心是进入到对仗之前 所以右心的血液都是缺氧血 而左心的血液则是由附近脉回来之后 所以左心的血液都是冲氧血 右心跟左心最大的差别是 一边是缺氧血 一边是冲氧血 而两边如果中隔没有完全区分 只会造成左心的血液跟右心的血液混合 所以左心跟右心冲氧血跟缺氧血混合的话 就会造成输送到全身的血液 因为氧气含量不足 所以会导致有缺氧的症状 所以最主要猪的答案 因为左心本来是缺氧血 可是现在因为中隔没有将左心跟右心完全区隔 造成冲氧血跟缺氧血混合 所以才会导致燃氧症 所以第五题输入的答案是对的 第六题 缺氧合者不是血液的功能 A. 运送尿素、尿酸等含氮废物 A. 这个是由血液的血浆输送 血浆可以输送尿素、尿酸等含氮的废物 A. 这个是血液的功能 这一题是要找不是的 所以A. 这个不是答案 B. 运送气体跟激素 血液可以输送氧气跟氧氧化碳 所以血液可以负责输送气体 而激素也是透过血液来输送 因为激素属于无管线 它必须要透过血液 才能送到全身所需要的目标细胞 所以B. 这个也是血液的功能 所以B. 也不是正确的答案 C. 制造血球 促进脑化血球的新陈代谢 血液的血球是由骨髓制造 不是由血液制造 所以C. 这个不是血液的功能 血液要找不是血液功能的 C. 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说制造血液的是骨髓 是骨髓在制造血液 所以C. 不对 1. 吞噬作用跟免疫作用 因为血液可以输送抗体 血液里面的白血球还有吞噬细胞 可以具有吞噬作用 而T细胞跟B细胞 它具有免疫作用 正门负责专性的防御 所以猪吞噬作用和免疫作用 这个都是白血球的功能 也是血液的功能之一 因此猪也不是正确的答案 1. 促进血液凝固 协助伤口愈合 这个是血小板的功能 所以1. 这个也是血液的功能 所以1. 这个也不是正确答案 所以要找不是血液的功能的 只有C 第七题 正常的人体 新周期不包括现在哪一个情形 新房新室同时收缩 A.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新周期没有包括这一项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因为一般的成年人 心跳平均60秒钟72次 我们把60秒除上72 这个就是平均跳动一次 这个除出来大约有0.8秒钟 所以我们把心脏一次的跳动 称为一个心脖周期 而一个心脖周期有0.8秒 所以如果这是整个心脏跳动的顺序 上面代表是心房 而底下代表是心室 左边这里是0秒钟 而最后结束这是一次跳动 经过0.8秒钟的时间 而整个心脏跳动 我们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经过0.1秒钟 第二个时期则经过0.3秒钟 第三个时期所需要的时间最长 这个经过0.4秒钟 第一阶段是上面这边画斜线 这个表示是心房收缩 而第二阶段这里画斜线 表示是心室收缩 可是第三阶段则是心房跟心室都舒张 所以整个心脏的心脖周期 分成这三个阶段 可是这三个阶段里面 并没有心房跟心室同时都收缩的现象 所以心房心室同时收缩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B 心房收缩 心室舒张 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部分 第一阶段 心房收缩 心室舒张 血液直接从心房直接挤入心室 所以B 这个是合理的 C 心房跟心室同时舒张 C 这个是属于第三阶段的部分 第三阶段是心房跟心室两个同时舒张 所以这时候血液从静脉直接从心房直接流到心室 所以C 这个合理 如 心房舒张 心室收缩 心房舒张 心室收缩 是属于心室周期的第二阶段 所以这个也是合理的 因为心房舒张 是上面这边心房 它舒张了 可是底下心室收缩了 至少血液从静脉直接流到心房 而心室的血液 而心室的血液则挤压出去流到动脉去 所以 租这个是第二阶段的部分 一 心室收缩 心房半膜关闭 一 这个也是属于第二阶段 因为 当心室收缩的时候 血液从心室直接流到动脉 但是 在这个时期 同时 心房也舒张 所以 心房原本是收缩的 现在 突然舒张以后 心房的压力变小 所以 会导致 心室的血液 会倒流入心房 于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有 房式半关闭的声音 而这个房式半关闭的声音 这也是造成 第一心音 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 产生第一心音 是在第二阶段 心房租章 心室收缩的时候 所以 一 这个也是合理的 所以 第七题 不可能发生的 只有 A 这个不可能发生 因为 心房 心室 同时收缩 是不可能的 所以 第七题 A的答案 第八题 有关心脏 下意叙述 何者正确 A 心房的B 叫心室厚 A 这个是错的 心室 因为要将血液 输送到全身去 特别是 左心室 所以 心室的B 比心房的B 还要厚 而且 左心室的肌肉B 是最厚的 所以 A 这个是错的 B 左右心房 或者左右心室 两边不相连通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 左心房跟右心房 或者左心室跟右心室 中间有中格的构造 右心房跟右心室相通 左心房跟左心室相通 可是 右心房跟左心房 或者右心室跟左心室 左右两心是不通的 所以 B 这个是不相通的 所以 B正确 C 肺动脉 含有冲氧血 肺静脉 含有缺氧血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 肺循环 做气体交换 而肺循环的入境 是先从右心室 经过肺动脉 流到肺部位血管 而是在肺部位血管的这个地方 做气体交换 所以 在进入到肺脏之前 肺动脉 还是充满二氧化碳 而且还没有运送氧气 而肺静脉 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氧气 而这时候 二氧化碳也已经排除了 所以 肺动脉 是所有血管里面 含二氧化碳含量最高 而氧气含量最少 而肺静脉 则是氧气含量最高 而二氧化碳含量最少的血管 所以 C 肺动脉 含有冲氧血 肺静脉 含缺氧血 是错的 主 右心房 接受来自于肺静脉的血液 主 这个是错的 右心房 接大静脉 而肺静脉 则是接左心房 所以 肺静脉的血液 是流入左心房的 而右心房的血液 则是由大静脉提供 所以 诸 这个不对 一 冠状动脉 负责供应 全身的血液 一 这个是错的 冠状动脉 主要是负责 心脏的血液 而供应 全身血液的血管 则是主动脉 主动脉 是由左心室相连 左心室 要将血液 输送到全身 这时候 左心室 肌肉壁最厚 而主动脉 弹性 则也是最大 所以供应 全身血液的 是主动脉 而提供心脏 所需要的养分 及气体等 这个是冠状动脉 所以 一 这个是错的 因此 第八题 正确 只有 B 是正确 第九题 心脏的半膜 在循环系统中 会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形 这是一个心脏的 一个剖面图 上面这里是右心房 底下这里是右心室 心房 心室中间 这里有半膜 这边的半膜 我们叫做防四半 而左心房 左心室中间 这里也是有半膜 心房 心室之间半膜 我们称为防四半 而右心房 跟右心室之间 这个半膜 我们也叫做三间半 左心房 跟左心室之间 这个半膜 我们也叫做二间半 三间半 或者二间半 整个半膜 主要的功用 是在防止血液逆流 因为 心脏的收缩 会导致 血液循环的流动 所以 一开始 心房先收缩 血液 从心房 流到心室 这是要血液 向下流 可是 过了0.1秒钟之后 心房疏张 心室收缩 心室收缩 血液 会被心室 挤压 流向动脉去 可是 之前 因为心房收缩 所以 现在 心房突然疏张之后 心房形成了负压 水 血液在流向动漫的过程当中 因为上头的心房是负压 水会造成血液的逆流现象 这时候 心房心室之间 这个半膜 它就会关闭起来 而这个关闭最主要目的 是让血液维持单一方向的流动 这样可以防止血液逆流 水心脏半膜最主要的作用 心房心室之间这个半膜 是在让血液维持东向流动 防止血液逆流 所以 第九题 是B的答案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十题 下列有关人体循环系统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左心室跟肺动脉相接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左心室是底下这一个 这个左心室 它是接到主动脉去 所以右心室跟肺动脉相接 而左心室跟主动脉相接 所以A 这个是错的 B 左右心房之间 或者左右心室之间 均可相通 B 这个是错的 图上 这边是右心房 底下是右心室 这里 左心房 底下 左心室 右心跟左心 两边不相通 中间这一个 我们称为中格 所以这个是中格的构造 它可以隔离右心跟左心 而右心跟左心最大的差别 右心是进入到肺帐之前 所以右心是趋凉血 而左心则是肺帐的血液流回左心来 因此 左心的血液都是中凉血 所以右心跟左心 趋凉血跟中凉血 借着中格相分离 所以它并没有相通 C 左右心房的冲阳血和平阳血 无法完全分开 左心房跟右心房中间有中格可以分开来 所以可以完全分开 所以C 所以C 这个也是错的 逐 三间半和二间半 无法同时关闭 逐 这个也是错的 右心跟左心 两边会同步 当右心房收缩的时候 左心房同时收缩 而当右心室收缩的时候 左心室也同时收缩 所以左心跟右心两边是定称性的活动 所以三间半是右心房跟右心室之间 当三间半关闭了 则二间半同时也关闭 因为三间半和二间半都属于防四半 而防四半关闭 这是因为膝室伸缩而血液流到动脉去 所以这时候两边可以同时关闭 一 心脏由心肌构成 具有神经分布 一 这个是对的 心脏表面有维心膜包覆 而心肌跟维心膜之间有润滑液 可以避免心脏在收缩的时候 会造成摩擦 而导致肌肉损伤 而心脏本身是由心肌所骨折 而心脏本身是由心肌所组成 在心脏的右上方 靠近右心肌的地方有个节律点 节律点会产生放电讯号 让整个心脏维持 顾虑性的收缩跟跳动 而心脏的表面则目布着神经 所以一 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十题正确是一正确的 此一题 有关于心脏的构造及特性 项目叙述何者正确 A 用心肆的心肌壁最后 A这个是错的 心肌壁最后的是左心肆 不是右心肆 因为用心肆是将血液输送到肺脏 而左心肆则是将血液输送到全身 所以左心肆的心肌壁它必须要强而有力 才能够将血液推动到全身 所以左心肆的心肌壁最后 B 左心肆中的血液为缺氧血 B 这个是错的 右心都是缺氧血 而左心都是冲氧血 所以左心肆跟左心肆 还有肺静脉、主动脉 都是冲氧血 所以这个是冲氧血 所以B 这个是错的 C 右心肆跟右心肆中间有半月半 C 这个是错的 右心肆跟右心肆之间 这个是房氏半 不是半月半 所以是房氏半 而且这个房氏半是属于三间半 因为它是在右心的构造 主 左心肆跟大动脉之间有二间半 一 这个是对的 左心肆跟大动脉 主 左心肆跟大动脉之间有二间半 主 主 这个是错的 左心肆跟大动脉中间是半月半 而二间半是左心肆跟左心肆之间 所以主 这个不对 一 心脏的养分是由左心肆流到大动脉 流到冠状动脉 流到心脏 一 这个是对的 心脏的养分是由冠状动脉提供 而冠状动脉的血液是由左心肆先送到大动脉 大动脉再流到冠状动脉 再流到心脏的微血管 所以冠状动脉的血液 携带着大量的养气以及养分 提供给心脏所需要的养分跟气体 所以一 这个是正确的 而这个也是冠状循环 所以冠状循环是由左心肆到大动脉 由大动脉到冠状动脉 再到心脏的微血管 然后再到冠状静脉 最后从下大静脉回到右心肆 所以一 这个是正确的 12题 下列关于心音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形 左边这个正是心脏跳动一次心脖周期的循环图 而右边这个则是心脏的结构图 心音的产生是因为一开始 最初心脏收缩 心事书章 这是要血液从心脏流到心事 所以我们配合图形一起说明 最初一开始心脏收缩 底下心事书章 书章的时候血液才能够流进去 所以心脏收缩时血液将 血液从心脏流到心事 所以第一阶段是血液从心房流到心事 而右心跟左心两边会同步 经过0.1秒钟之后 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 这时候心房开始疏脏 而心事开始收缩 但是心事生缩的时候 血液就从心事挤压到动脉去 然而刚刚心房本来是伸缩的状态 现在心房突然变成疏脏了 就像我们来跟滴管现在溶液里面 你用力挤压 可以把溶液挤压出去 可是一放松的时候 液体就被吸回来了 可是放松的时候 溶液中的液体就吸起来了 所以当心房伸缩的时候 血液挤压流到心事 现在心房突然疏脏 于是会造成心事的血液 会有逆流流回心房的现象 于是这时候心房心事之间 这个房子半它就会关闭起来 所以在这里会听到第一个心音 第一心音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 心事收缩 血液流到动脉去 但是这时候心房也疏脏 于是心房形成了负压 血液会从心事流到心房 于是心房心事之间的房子半会关闭 而在这里关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听到第一心音 所以第一心音的产生是在心事收缩的时候 心事收缩完之后 心房心事就完全都疏脏 当心房心事都疏脏 血液从静脉流回心房 流到心事来 血液就注入了心脏里面 所以这时候大静脉的血液 从右心房 所以这时候大静脉的血液 从大静脉流到右心房 流到右心室 而左心的血液 从肺静脉流到左心房 流到左心室 血液就注入了心脏里面 可是刚刚心事本来是收缩 心事现在突然变成疏脏 于是心事一疏脏 对动脉而言心事形成了负压 于是本来刚刚挤出去的血液 这时候会有命流回来的现象 所以这时候心事跟动脉之间的 心事动脉之间的半月半就会关闭 所以第二心音产生的原因 这个是第二心音产生 这个第二心音是因为心事疏脏 于是造成动脉回流 引起半月半关闭的现象 所以一次心跳 我们可以听到两个心音 第一次的心音是心房心事之间的 方式半关闭 而第二心音则是心事动脉之间的半月半关闭 所以这是因为心脏半膜 关闭所产生的心音不是开启 这个是关闭所造成的 所以A这个不对 B心房开始申说时产生第一心音 是心事收缩产生第一心音 所以这个是心事收缩 所以B这个是错的 C心事开始收缩时产生第二心音 第二心音的产生是心房心事都舒张 所以心房心事同时都舒张的时候 会产生第二心音 会产生第二心音 所以C这个也不对 Z 每次的心勃都会产生两个心音 Z 这个是对的 每次的心勃都会有半膜关闭的声音 其中第一个心音是房事半关闭 第二个心音则是半月半关闭 所以一次心勃可以听到两个心音 Z 这个是对的 1 第一次的心音是来自于房事半 不是来自于右心 第二次的心音来自于半月半 所以第二个心音不是左心 因此12题正确的只有Z是正确 13题 右图为人类心脏抖面图 若血流的起点是从肺动脉出发 然后开始全身的循环 则下列排列的顺序何者正确 首先我们先了解全身循环的路径 因为整个全身的循环 如果从肺动脉开始 肺动脉先到肺部的微血管 然后到肺静脉 这个地方是在做气体交换 接下来从左心房到左心室 接着主动脉到全身的组织细胞 进行体循环 这里是养分及肺物的交换 随后从大静脉回到右心房 右心室又回到肺动脉来 所以这样是一个来回的循环 我们先看图上面 如果从肺动脉 因为肺动脉是这一条 所以4这一条 这个是肺动脉 所以看在图上面 肺动脉先到肺部的微血管 随后到肺静脉 肺静脉是5这一条 这个是肺静脉 从肺静脉进来 左心房左心室 所以左心房左心室 这个地方是到6 从左心室 这里出来到主动脉 主动脉这一条是3 接着是全身的体循环 做养分及肺物的交换 然后从大静脉 大静脉是从底下这一条 从2的地方进来 从大静脉过来 就到了右心房右心室 所以到了1这个位置 接下来又回到肺动脉 所以又回到第4 所以按照这样的顺序下来 从4先到肺循环 然后563到体循环 然后到21 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循环 所以中间有个563的 所以从563到体循环到214 我们看1这个选项 563是肺静脉到左心到主动脉 接下来体循环 接下来21回到4 所以1的这个答案 那如果要肺循环的话 是从4接下来就肺循环了 所以4接下来这个是肺循环 然后563 563 接下来体循环再到21 所以整个答案正确的 只有1是正确 14 14 14 155 15-15 15-16 15-17 16-17 16-17 17-18 17-18 18-18 19-18 19-19 缺乏弹性 于是血管硬化了 血压才会升高 所以动脉的管壁最后 可是动脉如果它弹性好的话 它的血压不一定是高 所以B这个不对 C静脉血压高于微血管的血压 C这个是错的 因为血压是越流越低 可是血管的流动方向 是动脉到微血管到静脉 所以是微血管的血压 比静脉的血压还要高 所以C这个不对 主 情绪不会影响血压 主 这个是错的 情绪也会影响血压 愤怒或者悲伤的时候 血压会较高 而保持愉快的心情 则血压一般则会比较低 所以情绪会影响血压 所以主 这个不对 1. 饮水量不会对血压造成影响 1. 这个是错的 血压是血液对血管所造成的压力 当水喝的越多的时候 水分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而这时候 血液会被稀释 但是血液的总量会增加 血液总量增加了 这时候血液对管病所产生的压力 也会跟着增加 水因水量如果过多的话 会导致血压上升 水1. 这个是错的 所以14题正确 只有A 这个是正确 15题 下列有关人体循环系统的血液流动方向 何者正确 A 左心事到肺动脉 A 这个是错的 左心事是到主动脉 而右心事才是到肺动脉 所以A这个不对 B 右心事到主动脉 B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右心事是到肺动脉 左心事到主动脉 右心事到肺动脉 所以B也不对 C 大静脉流到右心房 C 这个是对的 和心房相接的血管是静脉 右心房是接大静脉 所以C 这个正确 足 肺静脉流到大静脉 足 这个也是错的 肺静脉是流到左心房 而大静脉则是流到右心房 所以足 这个不对 1 肺动脉到右心事 1 这个是错的 离开心事的是动脉 所以是右心事到肺动脉 因此 1 这个要反过来 所以1不对 所以15题正确 所以15题正确 只有C正确 16题 右图是人类的甲乙丙三种血球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先看这图上面 甲这个是红血球 因为这个形状是双圆盘状 所以甲这个是红血球 而乙则是体积最大的 而且有细胞核 以这个是白血球 而丙则是体积最小的 这个是血小板 所以甲和丙血球都有细胞核 A 这个是错的 红血球和血小板都没有细胞核 所以A不对 B 甲细胞可以携带氧及二氧化碳 B 这个是对的 红血球可以携带氧气 也可以携带二氧化碳 红血球携带氧气形成了HBO2 而红血球携带二氧化碳 则变成了HBCO2 所以B 这个正确 C 形成血块均与冰血球相关 C 这个是错的 形成血块除了血小板之外 另外在血浆里面的血浆蛋白 因为血浆蛋白里面含有血纤维蛋白源 血纤维蛋白源和血液的凝固也是有相关的 所以不是只有血小板会凝结成血块 所以C 这个是错的 足 血液中甲乙丙三种血球 总体积较血浆多 足 这个是错的 血浆的体积占55% 而甲乙丙三种合称为血球 血球的体积则只占45% 所以血浆的体积会比血球的体积还要大 所以猪这个不对 1. 并参与身体免疫系统的防御机制 1. 这个是错的 参与身体免疫系统的是白血球 白血球里面包括有顿势性白血球 还有T08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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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专性防御的白血球 所以 白血球跟身体的免疫系统有直接参与反应 所以 1. 这个不对 所以16题 正确 只有B正确 17题 有关人体血球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 占血球容积的55% A. 这个是错的 血球所占的体积是占45%的体积 血浆的体积则占55%的体积 所以 血浆的含量比血球的含量还要多 所以 A. 这个不对 B. 身体发炎时白血球的数量会多于红血球 B. 这个是错的 身体里面的白血球每单位的体积正常人大约4000到7000左右 如果身体有发炎的状况的话 则会上万 如果到了数十万以上则是一般通称的白血病 也就是俗称血癌 可是 红血球的数量每单位体积超过数百万以上 所以 白血球的数量会比红血球的数量少 所以 B. 这个是错的 C. 红血球在细胞中体积最大 因此 能携带较多的气体 C. 这个是错的 血球细胞最大的是白血球 而红血球的细胞则比白血球的细胞小 所以红血球为了能够携带更多的氧气 因此 成熟的红血球 它的细胞和退化 以便于可以携带更多的氧气 所以 C. 这个是错的 Z. 血小板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能维持身体正常渗透压及酸减度的平衡 Z. 这个是错的 雪小板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这句话是对 可是 维持身体正常渗透压及酸减度的平衡 这个是血浆蛋白的功能 所以 整句话 Z. 这个是错误的 1. 红血球中 吸带氧气的能力 叫吸带二氧化碳能力强 1. 这个是对的 红血球 吸带气体能力 最强的是一氧化碳 其次 是氧气 而氧气 吸带的能力 比二氧化碳 吸带的能力 还要强 所以 依这一句话 吸带氧气能力 会大于吸带二氧化碳 1. 这个是对的 所以 17题 正确的 只有1 是正确 18题 有关吸血管系统性质的比较 下列何者正确 A. 管腔口径 动脉大于静脉 再大于微血管 A. 这个是错的 管腔口径最大的是静脉 其次是动脉 微血管的口径则是最小 所以A的排列不对 B. 血压高低 是动脉大于静脉 大于微血管 B. 这个是错的 血液的流动 血压越流越低 可是 血液流动的顺序 是动脉第一 微血管第二 静脉的血压则最低 所以B不对 C. 红血球和气体的结合能力 是CO一氧化碳大于二氧化碳 大于氧气 C.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一氧化碳大于氧气 大于二氧化碳 所以C不对 C. 血球大小 白血球会大于红血球 再大于血小板 C. 这个是对的 C. 血球里面 以白血球的体积最大 而血小板的体积则最小 所以C. 这个排列顺序正确 E. 氧气含量 肺静脉大于肺动脉 再大于主动脉 E. 这个是错的 氧气的含量 是肺静脉大于主动脉 再大于肺动脉 肺动脉是氧气含量最少的动脉 所以E. 这个排列顺序也不对 所以正确的只有猪是正确 19题 有关于血浆的性质描述 下列何者错误 A. 能协助运输消化系统吸收的养分 A. 这个是对的 血浆可以输送消化系统吸收的养分 例如像葡萄糖、氨基酸 这些养分是由血浆输送 所以A. 这个正确 B. 主要成分为血浆蛋白 B. 这个是错的 B. 这个是错的 雪浆里面含量最多的是水分 所以是以水分为主 不是血浆蛋白 所以B. 这个不对 C. 抗体及激素都是属于血浆蛋白 C. 这个是对的 抗体跟激素成分都是蛋白质 都是属于在血浆里面可以运送的蛋白质 所以C. 这个是患者 C. 这个更正ration C. 为成型蛋黄色的液体 H. 这个也是对的 雪浆里面含90%的水分 其一部分的血浆蛋白 而血浆主要的颜色成蛋黄色 所以主这个是正确的 1.能协助气体的运送 1.这个也是对的 血浆主要在输送二氧化碳气体 所以二氧化碳气体的输送 主要是靠血浆输送 所以1.这个正确 因此错误的只有B是错误 二十题 人体心室的大小超过心房大小相当多 试问心薄时心室充满血液的主要原因为何 我们看底下这边的图形 题目说心室比心房体积大 心薄的时候心室充满血液 是什么原因让整个心室充满整个血液的 我们看这个图形 这是心脏跳动的时候 一次心薄周期的图形 如果这边是0秒 而跳动一次平均要0.8秒 所以这边是0.8秒 而一次心薄 这里有0.1秒钟 而这边是0.3秒钟 至于第三阶段这里则是0.4秒钟 这样子 一次心薄周期有0.8秒 血液充满心室主要的时机是在心室疏章的时候 特别是在最后这个阶段在第三阶段的时候 因为前一个阶段是心室收缩 等心室收缩完 于是这时候心室疏章 心室疏章于是会形成负压 而刺客负压可以吸引血液从静脉流到心房 再流到心室 所以心房心室都疏章在第三阶段的时候 因为前一个阶段是心室收缩 接下来心室疏章以后 因为心室的疏章 可以促使血液从心房流到心室来 所以心室能够充满血液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心室疏章的时候 心室形成了一个负压 而这个负压使血液从静脉流到心房流到心室 所以让心房和静脉的血液比较容易流入心室里面 所以C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20题C的答案 第二十一题 从上腔静脉流入心房的血液里面 当流到肺动脉时 依序需经过哪几处可以防止倒流的半磨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形 现在题目说 血液从上腔静脉流进心房的时候 则当流到肺动脉时 会经过哪几处防止血液倒流的半磨 因为血液从上腔静脉如果直接流进心房 这时候从右心房到右心室 中间这里会有一个三间半 从三间半这里再出去 要流到肺动脉 这时候会经过半月半 所以先经过三间半 再经过半月半 所以21题A的答案 第二十二题 签略关于血液循环系统与淋巴循环系统的叙述 何者正确A 围淋巴两端分别与淋巴管相接 A这个是错的 A这个是错的 围淋巴的一端是借淋巴管 可是另外一端是游离状态 所以淋巴循环是属于开放式循环系统 它不是B所式循环系统 所以主次液从围淋巴流进淋巴管里面 形成了淋巴液 所以围淋巴一端是开放的 因此A不对 B围淋巴的一端和微血管相接 而另外一端则跟静脉相接 B这个是错的 围淋巴的一端是开放游离的 并没有跟微血管相接 所以B这个不对 C血浆可由各种血管渗出成为主制液 C这个是错的 血浆只能从微血管渗出 而不能从静脉或者动脉血管渗出 所以C这个不对 而血浆从微血管渗出来 再加上白血球 于是形成了阻止液 所以C这个是错误的 足淋巴管的一端开放 另外一端则汇入静脉 此淋巴液回到血液循环系统当中 足这个是对的 淋巴管的一端是开放 它是游离状态 而另外一端最后则接静脉 水淋巴系统有回收淋巴液 回到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 所以足这个正确 1.淋巴循环中的淋巴液和血液循环中的血液成分相似 因此能互通 1.这个是错的 淋巴循环里面的淋巴液 主要包括雪浆跟白雪球 而没有红雪球跟雪小板的部分 所以它跟血液的成分并不一样 所以1.这个是错的 所以22体找正确 只有珠是正确 如果你热爱生命 请别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 用这一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请勿讯着